Yo what's up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支 非常適合Sony FF3用戶來使用的麥克風 那我們非常不多說 Let's start right into it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集 在介紹我組合組 FF3 Camera Rig的影片 你們就會看到 我有稍微提到一支麥克風 就是Deity的S-Mic 2S 這支麥克風真的是非常非常輕巧 然後也很適合放在FF3上面 就如果你沒有仔細看那支影片的話 你們就會覺得我的Camera Rig 非常非常的輕巧 然後麥克風也不會過長 那我當初會購買這支 Deity的S-Mic 2S 也是因為 它非常適合放在FF3上面 可是我買這支麥克風 真的是思考一段時間 因為我會擔心說 它麥克風比較短 那是不是指向性會變差 因為MK-E600麥克風比較長 那這種麥克風指向性會好 一定是當然的嘛 那我今天就稍微給大家聽聽看 那MK-E600跟S-Mic 2S 它們兩者之間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那我現在呢 是用Sennheiser MK-E600 那我是插在我的Zoom的H4N Pro上面 那近期來了U2 我都是用外錄的 因為我覺得外錄的音質 會稍微比較好一點點 那我現在可以直接切換到S-Mic 2S 但是S-Mic 2S我不是外錄 我現在是插在我的F-F3上面 那它現在插在F-F3上面的聲音 是聽起來這樣 雖然我知道現在目前條件不一樣 但我等一下再給大家聽聽 全部都插在F-F3上面的差別 那現在是插在F-F3上面的聲音 那當然我覺得外錄一定音質會比較好嘛 當然這是插在F-F3上面的聲音聽起來的樣子 那現在MKE-E600跟S-Mic 2S 他們兩個距離 我的距離是一樣的 那這是他們聽起來的感覺 那我現在就把我的MKE-E600 也插在F-F3上面 給大家聽聽看 他們兩者之間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就是MKE-E600 插在我的F-F3的XLR手把上面 錄出來的聲音 那一定會跟外錄有一點差別 但這個差別可能你們要戴耳機 你們才聽得到這樣之間的差別 你們用手機可能就聽不太出來 那我現在要來測試他們兩個差別 所以我會唸一段句子 讓你們仔細的聽 他們兩個之間的差異 OK 現在你們聽到的是 Sennheiser MKE-E600 插在我的F-F3上面 所聽到的聲音 Liz is Sennheiser MKE-E600 Is it good or not? OK 現在你們聽到的是 S Mark II S插在我的F-F3上面 所聽到的聲音 Liz is DLT S Mark II S Is it good or not? OK 我相信你們應該聽出來 他們兩個之間的差異了 音質差異就是 我聲音聽起來的厚薄度 那我自己會講中文跟英文 是因為我自己講中文跟英文聲線 有時候不太一樣 我想說就給大家多聽一點 不同聲線聽起來的感受 而且我相信你們出去工作 或許也會有英文的拍攝 那我現在就是要給大家聽聽看 這兩支麥克風的指向性 那指向性我會用播音樂的方式 那我現在要會播我朋友的音樂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叫Jay 然後他有在做製作人 然後也有在做一些Beat 一些旋律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我們現在就用他的Beat 來測試這兩支麥克風的指向性 上面一支那種 然後來測試和旋律 可以接受進 我們不會接耳香港與香港的奇怪力 梿選 開始 OK 我相信你們都有聽到這兩支麥克風的指向性的差異 那剛才那個音樂是我一個朋友叫Jay 他做的 他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我覺得他做的音樂都相當不錯 如果你們喜歡可以去聽 像我自己是非常喜歡他跟一個叫做Lawson的饒舌歌手 做了一張專輯叫做《異滴遊子》 那他裡面的歌我自己是覺得都相當的棒 你們喜歡的可以去聽聽看 OK 這是他們兩者之間聽起來的差別 還有指向性的差異 那我自己是覺得呢 但MKE 600他的整體音質 就是如果你們只是單純就是用手機聽 或是稍微用一般的藍牙耳機聽 我覺得你們可能沒有聽出太大的差異 但我覺得這很正常 因為現在基本上社群每天的東西 大家就一定是用手機看 所以說真的會很非常非常要求音質 那真的都是我們做商業的那部分的 才會非常非常要求 然後像我自己會聽出來差別 就是別人拍YouTube會聽起來出來差別 也是因為我自己會插在介面上面聽 因為我有一個 Universal Audio的Volt 1 好像是Volt 1 然後我會用那個介面聽聲音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們自己曾經有用介面來看影片 或是甚至你們去玩遊戲 有些人玩遊戲也會很講求要插在介面上面 那你們自己有曾經聽過 你們一定會知道有沒有插Audio Interface的 他們之間的差別 但我自己是覺得他們兩個真的是差一點點 我覺得沒有到差非常多 雖然MKE 600的指向性一定會比S Mark II S來得好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就是差一點點 真的我覺得沒有到差到 讓我覺得我還是繼續用我的MKE 600就好 但是那時候我在買這個麥克風的時候 我自己在現場聽 然後整個聽起來我就覺得 好像不會因為縮小的Size 而有損太多的音質 我反而會覺得我不需要去過度講求那個音質 而且雖然還支這麼大的麥克風在我的FX3上面 那它反而會讓我的工作流程很不方便 我覺得工作流程方便 然後用的順手才是在工作上最重要一點 其實你器材用的再好 那假設給你一台Ari的Alexa 35的一台相機 然後結果又給你一個Ari或是萊卡的電影鏡頭 然後結果你只有一個人 那我相信機器材再好 你自己一個人 我覺得相信你用起來一定會非常非常不順手 那個就是用團隊來才有辦法操作的機器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所以機器再好 結果它給你使用起來你不順手 那我相信我覺得拍出來的效果 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S-Mic 2S 它的音質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就不把我的MKE 600裝在我的FX3上面 所以它目前就是我未來 如果還有買一些大機器 像是FX6之類的 我才會把MKE 600裝在它上面 所以我現在MKE 600基本上都是我拍這種室內的 或是工作上拍訪談之類的 我才有可能會把這支麥克風帶出門 那我基本上現在外出帶我的FX3 基本上我上面都是加這一支S-Mic 2S這支麥克風 那我相信指向性跟音質這一點呢 你們看我前面示範給你們看的 我相信你們應該就知道 該怎麽去做選擇 該怎麽樣去 去做購買 我應該就不用再多說那些 指向性的好壞的內容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Peace 我下一個影片見到這支麥克風